罗敏娜来到巴士拉王国 租了间小房子 只见他用孔雀羽毛超睡盆中点了点 坊间塔浮现在眼前 接下来他将要展开邪幽的计划夺取这件宝物 另一边 星巴达等人也到达了巴士拉的港口 此行他作为巴格达的和平使者 千里迢迢给巴士拉的国王带来了礼物 而作为交换 他将会带回坊间塔 巴士拉的国王早就烦透这个谷物了 相传坊间塔拥有无穷的潜力 可他根本不会运用 反而感觉他给王国带来了不少恶意 星巴达为国王带来的第一件礼物 是一把大伞 可以遮阳避雨 休闲必备 适合外出的老年人 此外还有一个放大镜 对老花眼来说很有帮助 接着是一盏照明灯 还有手动风扇 最后是一个天文望远镜 这些新奇的玩意让国王很开心 命令手下好好招待大家 接着他又单独把星巴达叫到一边 将兄章赞借给他 作为友谊的象征 两人来到藏宝盒 见到了坊间塔 国王已经下令 只有被带这个凶章的人能进出这个房间 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 罗敏娜从水镜中看到这一幕 一个计划在心中油然而生 每夫一个人去拜访了师父弟母提到过的女人 女人自我介绍 原来她是弟母的老婆 这样一说还是师娘了 另一边的宫廷舞会中 一个舞女的身姿引起了星巴达的兴趣 两人眉来眼去了老半天 一曲结束后 星巴达跟着过去一看 揭开对方的面纱 果然是罗敏娜 如此良辰如此业 罗敏娜却突然发了脾气 一把扯过星巴达的胸章 用魔法将她缩小了几十倍 随后回到房间 把星巴达装在一个花瓶里 自己则变身成星巴达的样子 这样她就可以轻松进出藏宝阁 拿到坊间塔 不过她临时又有了一个坏主意 在拿坊间塔之前 她要破坏七海之王星巴达的名称 王宫之内 星巴达突然闯了进来 没人知道这是罗敏娜化身的 只见她一通骚发 将国王及她的王国羞辱了一遍 船员们想为她打圆场 可是星巴达变本加厉的嘲笑国王 国王怒了 要将他们都送进牢里 双方打了起来 星巴达在一旁幸灾乐祸 然后迅速从窗口跳了下去 不久后 船员们也纷纷逃了出来 托巴不紧 只问星巴达怎么回事 星巴达却用妖娇的步伐逃离了这里 另一边 真正的星巴达被大猫盯上了 好不容易将她打发走 星巴达开始自救 就在快要逃离花瓶之时 罗敏娜已经回来了 忙活了一天 她又些累了 决定洗个澡 话说你这个瓶风什么意思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星巴达趁机开始撞击花瓶 花瓶掉了下去 她终于逃离 没想到大猫却盯上了她 星巴达只好藏在高跟鞋后面 这时德莫特出现吸引了大猫注意 罗敏娜洗完澡出来 发现花瓶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一回头看见星巴达正在逃跑 她得意的走了过去 然后蒙得掀开椅子 却没见到星巴达 她又气又挠 又扒拉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 门外突然传来梅夫的声音 罗敏娜嫌美一笑 变成星巴达的模样 为她开了门 梅夫是来找德莫特的 却没想到星巴达像变了个人试得 竟说些轻浮挑逗的话 梅夫想走 她却一把将她揽在怀里 两人即将吻下去之时 梅夫突然清醒 推开了她 原来这竟是罗敏娜变化的 而真正的星巴达 却被她缩小成十几厘米 最后梅夫也遭到暗算混了过去 罗敏娜准备对她最后一击 这时大门突然打开 梅夫的师娘出手制服了罗敏娜 罗敏娜见情况不妙 暂时先撤退 醒来的梅夫尝试着把星巴达复原 可是罗敏娜的魔法太过强大 不是她可以战胜的 师娘鼓励她 魔法的力量源自于你本身 你要有足够的自信 才能发挥出足够强大的力量 说着她悄悄在背后也施展了魔法 如此一来 星巴达成功恢复 当然 梅夫还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 星巴达的船员正遭受着刑罚 两人假扮士兵潜入其中 在监狱中大闹了一场 成功将伙伴救下 不明真相的多巴指责星巴达闯下的祸 星巴达无暇解释 赶紧先去找国王 此时国王也很烦恼 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 如今因为星巴达的无礼 他不得不重新对巴赫达宣战 以挽回王国的尊严 星巴达从窗口出现 试着向国王解释 之前做的坏事 都是变换成他模样的女巫做的 国王当然不信 这时手下们冲过来 您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刚才明明看见您去拿坊尖塔了 国王这才意识到星巴达说的是真的 众人立马赶过去 此时两个国王同时发号施令 没人能分得清真假 不知道该听谁的 正尴尬之间 星巴达想出了个好主意 你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有多难看吗 国王表示受到了冒犯 星巴达趁机夺回兄章 罗敏那件大事已去 一阵风似的逃了 眉府有些酸 你好像喜欢和他那样 这没什么 双方握手言和 国王把宣章送给了星巴达 象征着巴士拉和巴格达永远的友谊 几天后 星巴达带着船员们重新扬翻出好 请不吝点赞 compte 无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